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这么看 是这么看 这是著名导演顾长卫的摄影作品 你说他怎么那么闲 会把这一百块拍成这个样子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想想 平常用他用的也很奇 但何曾仔细好好看过他 何曾想过他在被放大了N倍以后 居然可以呈现出一种 你想象不到的奇特跟美丽 在这个光的照射下 五彩斑斓的 里面有三幅作品 比较多更像火烧的云 更像那种星云 一个更冷一点 一个是最火一点 一个是在剧中泛着 赤城黄绿青蓝紫的那种光 充满了神 当然有科学的神秘 有材料的神秘 但是我觉得还有那个世界的神秘 我想象不到一百块可以拍的这么美 其实我们经常用它 更多的是去消费它的符号价值 而不是去消费它的美感 什么工具都有 连那个手机都有 有人说这张纸 然后因为这个作品的拍摄 或者是因为微喷把它打印和装表 虽然又花了 这个都挺贵的 因为这些都是收藏级的纸 但是它还是通过一个艺术的方式 有可能让它更价值连城 就是因为它 它有了另外一种灵气 真的我平常不会那么去注意它 它居然有那么多细节 你看 它这个最角落的这个地方 有一个盲纹 然后它那个背面 人民大会堂底下有个章 就这个是一 这个是零零 就是你看它们有时候会摸那个 就能摸出来 比如说这个是一个点 这是一个什么 银行给我打电话 说他们刚好 有一个偶然的机会看了这个展览 他们还问我说 能不能把你这些图片 在他们的那个刊物上用呢 银行的朋友们 你们知道这个章是什么吗 我们节目里面曾经讲过 大家可以搜索意外艺术的微信 这个章啊 它其实写的是 行长之章 很有意思吧 那天顾导讲了很多的细节 而最打动我的 其实是防伪 你知道从第一代人民币 到第五代人民币 越来越多的防伪 被加注到了这张纸上 隐性面额数字 光变面额数字 隐性的毛泽东头像 磁性的微文字安全线 阴阳互补的对应图案 雕刻凹板一刷 那个其实就是拿那个相机 不同的角度拍的 就这些防伪的条 像今天我们会有更强的力量 更强的科技 更强的实力 比如说军力 警力 需要一个安全的保护 那么其实它也同时 映射了一种危险 或者是危机 是个共存 第一代其实根本就没有 那么多方位 所以你说这个要怎么讲呢 可能你说它是一个 技术的进步也好 或者你换一种层面上来讲 好像人与人之间 要达成一个信任 要加出更多的 更复杂的 更繁琐的 甚至更精密的元素进去 这些 许多许多的细节 你还是能清晰的 感到就是 这张纸其实是有分量 其实是有意义 值得去追逐 或者值得去喜爱 也值得去跟它之间 保持着小心意义的 冷静的热爱的关系 反正这是一个很复杂的 拿人币来做一种创作题材 我觉得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你想啊 这155乘以77毫米的纸上 真的是凝聚了我们中国人 太多太复杂的情感 我觉得特别是像这个 这么接地气的东西 你看大部分人都里边 我就觉得十九八九 就能摸出一张两张几张的 或者是摸黑别人 递给你一个东西 十九八九值得很什么 在你的脸上 就应该也能让人看着它 是吧 带给你很多 欢乐 带给你很多美满和幸福 但是有时候也会带给你很多 不愉快 带给你很多 愤怒 甚至 招来各种麻烦的 在这个特别微小的一个细节当中 隐喻了或者是它却呈现了另外一个 远远不是小的东西 是一个特别复杂的 诱惑着我们 引领着我们 是吧 他经常会在一只手跟另外一只手之间流转 你会想到到他 其实这上面承载了很多的故事 可能他的上一次交易是为了去买一包烟 或者说是一个农民辛辛苦苦攒了半辈子钱 要去给儿子娶媳妇 又或者是某一次不光彩的交易 等等 而且他是第五代 在他上面真的承载了中国 从2005年到现在 十年以来 中国经济形势的巨大的发展 有了一个说法说我们预念的 别人最坏的时代也最好的时代 看你怎么看了 就是总之在这个时空当中 就是努力地让自己最有利益 或者是让这个环境也最有价值 我老觉得能够就是使劲地看着墨 渐渐地发现他还有另外一些美 我觉得这些美对于很多人都是需要的 在这个美当中你发现了使命 在这个美当中你发现了尊严 其实还是挺多位的 说到最后 顾导说他一直想寻找这样一张一百块 我就特别想将来能够找到那一张 就是那个齐鲁米的作品当中 有那个编号 SN19571212那个 就是对那张编号的生命 那张纸充满了好奇 我忘了这张纸它是有唯一编号的 可能它真的是有生命的 至于它背后的意义是什么 我觉得可能就是 只能用顾长卫导演在面对我们的时候 不断去说到的 反复提到的那一句话去诠释吧 我也说不清 其实我还是说不清 加入全国最大艺术社群 意外艺术 一天一天提高审美景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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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